民间乡救国团长期以来致力于公益事业 特别是关怀弱势族群 民间救国团团委会的成员们持续进行各项公益活动 交接典礼上 立法委员马文君、尤浩、民间乡长陈汉利 代表会主席以及现任顾问黄毅力等各界人士都到场祝贺 他们对吴政委会长过去的贡献表示肯定 并表达对苏佩玲会长的期待 希望民间救国团能够在苏佩玲的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同时也期待未来能够与民间救国团有更密切的合作 共同为社会造福 民间乡同委会会长的交接 由政委会长也是代表他担任一届两年以后交给佩玲 也是他的太太 因为他们过去在救国团的业务上面其实都配合得非常好 而且在后面也做了很多的辅助 所以现在接商会长我相信可以马上把所有相关的业务 还有活动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那对我们民间乡同委会的一个相关业务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助力 我们也希望期待救国团在他们的接续还有新任的会长推动之下可以做更多的社会服务 还有从事更多的公益 让救国团的很多的精神 还有他的服务的所有的都可以在每一个角落开支善业 南投县先任立委也对吴政武会长的过去表现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指出吴会长在任期间对社会公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对民间乡救国团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实 同时立委也对苏佩林会长表示了期待 希望他能够继承前任的精神 将民间救国团带向更高的封顶 继续为民众服务 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民间救国团是有很多的心血一起加入 而这些心血还不仅是从高中生大学生 甚至在出社会的社会青年 他都有各具才华 他就要一起加入民间的救国团来做公益 那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感受民间的救国团的火力以及青春 那而佩林还新任会长高跟吴政允又护股 他做事情也是兢兢业业 他还非常的用心 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无缝接轨上 民间救国团的服务跟公益活动不仅能够延续 而且可以更加落实 那相信未来大家一起来支持民间救国团的 许多的很多公益事项 那民间更能够去温暖每一个角落 那再次祝福我们的新任会长跟现任会长 还持续让我们民间救到恢复长容 也祝福今天的交接典礼圆满成功 舒佩林女士作为新任民间救国团团委会会长 备受各界期待 她承诺将秉持救国团的精神 以及对社会的热忱 带领团队在地方上继续做出更多的付出和协助 她表示将会以开放的态度 接纳各界的建议和意见 积极探索更有效的公益方式 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她也呼吁社会各界一同支持民间乡救国团的工作 共同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 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救国团会长 在这边感谢救国团的每一位前辈及伙伴们 给我这个机会带领我们民团的干部及志工伙伴们 一起来为我们民间相助服务 救国团秉持着公益的精神 我们持续的将公益发挥到每一个角落 我们持续的做像是进山活动 社区关怀 还有我们的老人冬季送暖 这个都一直是我们有在做的部分 未来我们也持续的努力 救国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给予我们学习还有许多成长的机会 未来我也秉持这样的精神 一起为大家服务 今年是龙年 也预祝大家龙年行大运万事都如已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恭喜班长安